这次是隧道自然醒了 天也就亮了 这周围已经来了好几个怪物 使用时间的魔环竟能干掉它们 没错 刚好拿它们来练练手感 消灭后咱们就去峡谷那边下矿了 现在机站的传送舱也被大师兄给扣下来了 我们准备进驻峡谷了 别着急哈 等我先研究一下这两个坑洞 因为峡谷的峭壁上是有矿石的 所以咱们不要一下子跳到谷底去 可以从边缘慢慢下 把峭壁上的矿石给挖完了再说 我看到峭壁上的铜矿了 那我从这边用铲子挖掉土块 应该就能下去开采到 轻松就下来了 开始收集铜矿了 希望尽快进入铜器时代 我挖了几个铜矿后下到谷底了 这下面刚好有宁能矿 燃料也有着落了 你弄完可以下来烧铜矿 我了个去 好高啊 有孔高针对我看着有点腿转的 我是用二级跳跳下来的 你可以试试看 来咯来咯 高危动作 小伙伴们切勿模仿 分分钟都有摔残的可能性 石搞还挖不了能源矿 那看来有点先烧至铜矿了 大师兄 我放出石炉 你把你挖到的铜矿和燃料也填进来 好嘞 我挖完这个宁能矿先 铜钉烧好后 我制作了两把铜稿 来大师兄 给你一把 谢谢老板 那这个小谷里面的矿石 基本上都能挖得动了 没错 能源矿被我轻松撸下了 大师兄 要不你去窥探一下 有没有浅层矿道 这边铜矿烧好后就下矿了 哦对了 这水里也得来看一下 哎呦 居然藏着秘银矿 必须来收了 我这边也发现了个秘银矿 挖完我就顺便搞个车口 来窥探一下视野 我这边水下别有洞天啊 每挖一个矿 下面又爆出一个矿 真是爽呀 好家伙 看来你是狗死运爆棚呀 哎呦 窥探到地牢了 就在不远处 准备挖过去 你挖完就跟过来 老板 我来了 好家伙 这么溜的 已经挖了这么长的一条通道了 快过来 我已经敲到西瓜纹的地牢砖了 不过要小心 这个是怪物房 我前面有窥探到怪物在里面走动 我先敲个口子来看看里面的情况 好家伙 目刺好几个呢 小菜娘 赶紧把缺口扩大 这种地牢都是住这一些无名小族 拍个球啊 干就完事了 你小只口气还不小 那你做排头兵 怼他们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就这几个小麻怪 刚好我站的位置居高零下 都不用下去了 直接施展实践的魔环技能 就可以杀他们个片甲不留了 我还以为你有多能耐呢 要给我展示一下 跟他们肉搏的能力 没想到是用这种 不讲武德的远程攻击 换成我我也没问题啊 说什么鬼话呢 你管我用什么招数 只要能打得赢就是好方法 打完罐 拿完箱子里面的东西 大师兄又要开始 找地方窥探视野了 你可以趁这个时间 把挖到的矿石给烧了 后面要用就有 好嘞 听从老板的吩咐 我现在就拿出炉子 好消息 发现矿到了 几乎跟地牢一墙之隔而已 那我矿石烧完 还行 四个大矿麦 道路四通八达的 很好 我来为你笑了哈 你可以继续到处点点火把 把矿盗都照亮了 你小只倒是挺会安排的 待会好东西都被你收刮了 放心吧 咱们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我现在再来把刚挖到的 两个命运矿给烧了 先一人搞一把命运稿 这样待会遇到高级矿石 也能开挖 算你小只还有点良心 那我把我挖到的命运矿 也放进去烧了 那让他们慢慢烧 咱们把能挖到的矿石 都给挖了先 后面我制作了两把命运稿 来大师兄拿去挖 谢谢老板 刚好后面有马脑 可以开挖了 在哪在哪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就不用劳烦大老名了 我来就行 没看到呀 再往下一点 然后走转就能看到 哦了 看到了看到了 而且是两个 我马上来收下 然后插个琥珀 就可以制作收集魔法棒了 这样收集效率将会大大提高 哦吼 今天出门是踩到狗屎了吗 运气简直是爆棚了 听这语气 看来是琥珀也找到了 没错 收下后我的魔法棒就有着落了 呦吼 大师兄 你看我的收集魔法棒搞定了 别的是了 赶紧也帮我弄一根